Hi, my name is Kai Wan 你有没有这个困扰 就是你在电脑桌前面 如果你开了你的台灯 你会觉得哇塞 怎么这么亮 太亮了 然后你可能电脑萤幕还要再调亮 你才看到电脑萤幕 那如果你把你台灯关掉的话 你会觉得哇塞 怎么又这么暗 我的电脑萤幕太亮了 整个照瞎我的眼睛 这个困扰很讨厌 因为你的台灯呢 不能调整亮度 那我们今天有一间公司 就直接提供我一个产品 让我来试试看 这就是我们的BenQ Screen Bar 这个Screen Bar它很厉害 就是它是直接夹在你电脑萤幕上面的 所以它不用站在你的桌子上 完全不占框间 那它也可以调整亮度 就变成你不会有忽然超亮 或者是你关掉 有忽然超暗的问题 没关系 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开箱 跟大家分享一下 OK,所以我们盒子里面有一张保证卡 然后有一条Type-C的连接线 然后有一个蛮有分量的萤幕夹具 OK,那接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灯棒本体啦 我们直接来接上电源 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虽然这一支Screen Bar 没有说它可以装到笔电 或者是平板上面 但是我们就先随便装上去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支Screen Bar的功能 那待会我们再直接装到 真的电脑萤幕上面 再去做使用 那这支Screen Bar里面 有双色温的灯珠 所以我们就可以 依我们的心情 来调整不同的色温 像是我们可以调到 6500K比较蓝的色温 然后一直调到 2700K比较黄的色温 那这算台灯蛮厉害的功能 其他的台灯 应该就只能开关而已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来手动调整 我们最关心的亮度部分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要有什么亮度 不知道你要有什么色温的话 我们这支Screen Bar 它有内建自动调整的功能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感应器 可以感应你环境的光线 来调整到最符合你的需求 好啦讲这么多 我们直接装到电脑萤幕上 使用一阵子之后 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OK用了一阵子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 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BenQ的Screen Bar 那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重力曲轴夹 就是它整个后面夹座的部分 重力曲轴夹 听起来好像什么神奇的行销术语 但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稳固 它夹在萤幕上面几乎都不会移动 不管是开关啊 或者是设定你的色温跟亮度 完全不会移动到你的Screen Bar 你也不会感觉到你的Screen Bar 快要掉到萤幕下面 完全不会 有点像是放在萤幕上面 而不是夹在萤幕上面 所以它其实对你的萤幕还蛮温和的 它不太会夹伤你的萤幕 所以不用太担心 使用这根Screen Bar 如果你没有任何头绪去调整亮度 或者是色温的部分 你可以简单的按自动模式 那它就会自己去调整它的亮度跟色温 Screen Bar 自动调整亮度 尤其是在昏暗环境 我自己是觉得它都有一点点偏亮 那我们随时都可以用它自动调整的设定值 然后再来手动微调它的亮度跟色温 那我也发现它在自动模式的时候 它的色温其实它的调整还蛮保守的 它不会到6500K也不会到2700K 就是它不会到最黄也不会到最白 它就是在中间比较保守的部分 那如果你想要超级黄或是超级白的光 你就需要自己手动来做调整 这些Screen Bar 可以调整色温 我真的是觉得超赞 如果你有学过色彩学的话 你就会知道色彩会影响人的心情跟感受 所以我们的Screen Bar 可以调整色温从超级白到超级黄 我真的是觉得超赞 这次Screen Bar夹到平面的萤幕当然是没有问题 那你也可以夹到曲面萤幕上面 但是夹到曲面萤幕上面 我就发现有一点点的反光 就是靠近灯的左右两侧会有一点点的反光 但完全不会影响我的剪辑或调色 所以不是什么大问题 如果你在电脑萤幕上面看影片或是电影之类的 房间的灯全按单独只开Screen Bar 真的是超级有氛围 电影都变好看200倍 但是官方建议你房间的灯还是要打开 才能达到护眼的效果 因为用这个Screen Bar 我觉得它是蛮赞的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用USB连接电脑的话 它没有办法跟电脑的开关机同步的开启或关闭 你一定要用手去手动的开启或关闭这根Screen Bar 这个产品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的电脑萤幕 跟你的桌面亮度不要差距太大 来达到护眼的效果 那你只要开启自动模式 你不管是昏暗的环境啊 或是灯光充足 它都会自己来调整 来维持你桌面上的亮度 所以非常适合每一个有用电脑的人 装一支Screen Bar在你的萤幕之上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Screen Bar 开箱跟分享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赞 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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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